重生醒来 我正跪在萧荣的脚边 周围的人都在大声嘲笑我 前一世我为了阻止萧荣定亲 一头撞在他家门口的石狮子上 我没死 但却瘫痪了七年 那七年 萧荣成亲 生子 平步青云 而我却因为全身长满了褥疮 生生疼死 重来一次 我决定放过萧荣 更放过自己 我被嘲笑声惊醒 睁开眼 眼前是萧荣袖着云纹的官靴 抬头 往上 则是他挺拔的身躯 以及坚毅的下河 他没有弯腰 更没有低头看我 这个场景 前一世我经历过 当时我跪求他不成 头脑一热 冲向了石狮子 撞了上去 我那时喊了一句什么 萧荣 你别后悔 事实上 萧荣从头到尾都没有后悔 后悔的是我 七年间听闻他成亲 听闻他生子 而我 孤零零躺在床上 闻着大小便湿尽厚的臭气 忍受着入窗溃烂的痛苦 郁郁而死 萧荣不爱我 或者说 他更爱他自己 更爱他的仕途 这些道理 是我用七年痛苦时光才明白的 现在 我松开了他的衣服 在肆意的大笑声中 站了起来 赵小姐 你不会打算磕死在这里吧 磕死了他也不会娶你 谁会放着高门闺秀不娶 却娶一个伤骨 就是 也不是自己颠量一下几斤几两 天天缠着别人 自取其辱 是啊 自取其辱 就如萧荣所说 我又固执又愚钝 我抬眼看向萧荣 他也正朝我看来 目光相碰 我朝他笑了笑 往前走了一步 萧荣 我微微轻声 与他道 祝你能得偿所愿 真的幸福 他愣了愣 脸上浮现出惊讶之色 我不想思考他的反应 更不想留在这里 拍了拍膝盖上的灰尘 拨开人群离开了那里 人群中传来阵阵错恶声 怎么突然走了 赵小姐想通了吗 他要能想得通 不再纠缠萧大人 我跪着吃强皮 我没有顿足 在大家探究的视线里 回了自己的家 十二年前 我入过一间破旧的院子时 遇见了一位瘦弱的男孩 那年男孩只有六岁 他蜷缩在墙角 瘦得只剩下皮包骨 男孩用黑漆漆的眼睛望着我 倔强的目光惹人怜惜 我要求父亲将他带回了家 从那天开始 萧荣就住进了我家 和我成了一家人 六年前 父亲出门收获前 翻一座山石被山红冲走 尸骨都没有找到 我娘因此一并不起 三个月后也跟着去了 十三岁的我和十二岁的萧荣 自此相依为命 他很聪明 读书极好 先生常夸奖他 说他是文曲星转世 萧荣也没有让我们失望 成了本朝年纪最小 连中三元的状元狼 他高中那天 我们抱头痛哭 庆祝终于熬出头了 这六年 萧荣读书 我则全新经营父亲留下的酒庄 我起早贪黑 不曾睡过一个完整的觉 手脚长年列着口子 疼得钻心 每每这个时候 萧荣都会紧紧抱着我 咬着牙道 不管用什么手段 我一定让你过人上人的日子 现在 我们终于熬出头了 在邻居们恭贺声中 有人问萧荣 你和赵冬嫁今年是不是要成亲了 我脸发热 期待的等着萧荣回答 他没有我预想的热情 而是淡漠地道 才入官场 不着急 我以为 他真的只是如他的回答所说 出入官场疲于应付 暂时不能分心做别的事 可是 我听到了首府将他的女儿许配给了他 而萧荣也痛快婴了 男才女貌的婚事 亦是成了惊中美谈 我不敢置信 如遭雷击 那夜他没回来 只让人送了一封信 信中道 让你过好日子和娶你 已经相悖 姐姐 我好累 希望你体谅 我不服气 更不死心 当天便去衙门找他 他不见我 我去他令的宅子外等他 他为了避开我 连家都不回了 一连三个月 我像是个孤魂野鬼 游荡在萧荣可能出现的每一个地方 这样的我 成了全程的笑话 他们编判了关于我的难听的故事 但我不在乎 我只想得到一个答案 那天 萧荣终于肯见我了 他撑着散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我以为这世上 你是最懂我的 姐姐 仕途好难 我需要一个助力 才能帮我实现报复 我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那我呢 他垂着眼帘 立在细珍室的雨幕里 声音远的像是隔着千虫的山 我穷怕了 苦怕了 我想当人上人 我想将欺负我的人 踩在脚底 他抬起眉眼 姐姐 别拦着我 他转身 背影清冷孤觉 我跌坐在地 几乎生死历劫 我们从七岁开始 每天都在一起 从十三岁开始 我们相依为命 成为彼此活下去的唯一支撑 我从未想过我们会分开 所以在他订婚那天 我撞死在他心腹门外的石狮子上 我撞了 他没后悔 而我却日夜活在痛苦和后悔中 幸好 上天怜我 给了我重来一次的机会 这一次 我决定成全他 让他去高飞 去做他的人上人 几个月的魂不守舍 白天黑夜的蹲守他 我早已没了人样 我烧了热水 沐浴更衣 为了自己做了一顿饭 菜都是我自己喜欢吃的 我正吃得高兴 愿中却响起了脚步声 随即萧荣出现在门口 我和他对视 各有惊讶 回来有事 我问他 没事 萧荣在桌前坐下来 等了一刻 见我没有喊他一起吃的意思 他便自己去拿了碗筷 我自顾自的吃着饭 嗨嗨 萧荣咳嗽起来 急着倒茶漱口 怎么这么辣 你什么时候开始吃辣了 我嘲讽的笑了笑 我一直喜欢吃辣 只是因为你不吃辣 所以我做菜不放辣椒而已 萧荣喝茶的动作一顿 抬起眼帘静静的看着我 姐姐 我很怕你出事 你没事就好了 我喝了口汤 轻松的朝着他笑了笑 我过得很好 你想多了 萧荣想笑 但笑容没有展开 显得尴尬又失落 我收拾碗筷去厨房 洗碗时 萧荣站在厨房外 声音很低 姐姐 忘了我吧 我相信以你的能力 会过得很好的 要是前世 我会让他想一想 过去三千多个日夜 我们在一起的点滴 让他不要丢下我一人 面对这冰冷的人事 除了他 我没有任何惊人了 可瘫痪的七年 已经磨平了我的一切幻想 现在 我只想自由的活着 任何人对于我而言 都不再重要了 好 我含笑望着他 满不在乎地道 祝你平不清云 得偿所愿 萧荣扯了扯嘴角 有些错愕 也有些艰难 收拾好出来 萧荣已经离开了 桌上留着三千两的银票 和钱是一样 他给我送来了足够的银子 保证我衣食无忧 我也是靠着这三千两狗言残喘了七年 这一世 这三千两我依旧会收下 他说是报答我养育他的恩情 那我当然不会客气 以后就两不相欠吧 舒服的睡了一觉 第二天我去了酒庄 我精神饱满的出现在大家的视野里 让所有人都十分惊讶 赵东架不拦着萧大人成亲了 看他和以前没什么两样 而且看上去还要更开朗 应该是没事了 前天是谁发誓说赵东架会想通 他跪着吃墙皮来着 我追着萧蓉闹得沸沸扬扬的三个月 在我收手后 事情悄无声息的翻篇了 我每天在酒庄和家里两点一线走动 父亲酿酒的手艺是赵家祖传的 但父亲当年走得太急了 他的手艺我没有学过 后来还是翻着他留下来的赵氏酿酒手法 我略通了其中一种酒 这些年 我没有心思钻研 一心照顾着萧蓉 帮着他达成夙愿高中黄榜 现在不再在乎他 我重新将赵氏酿酒手法拿出来 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 能将曾经闻名于世的落水赵氏酒发扬光大 忙忙碌碌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间春去秋来 赵氏酒庄的心上是了竹叶青 我在街上摆了长长的品酒台 邀请全程老少过来品鉴 竹叶青香气淡雅 口感清甜 老少咸宜 所以 他迅速打开了销路 我们高兴之余也忙得犹如陀螺 连轴转着 就在我们高兴之际 一张订单送到酒庄来 首府家大小姐成亲 要订六十坛竹叶青 中秋节前交货 首府家大小姐成亲 那就是萧如要成亲了啊 前一世 他好像就是中秋节前成亲的 彼时我以为他会来和我说一声 可实际上 他一直没有来过 在大家担忧的目光中 我轻松地道 放心 我们一定按时将酒送到 中秋节前 我亲自带着人 将六十坛酒送去 小丝引着我们从脚门入内 等收酒前时 有位端庄严厉的女子 由丫鬟粗拥而来 你就是赵兰玉 女子问我 是 我与他汉首 赵氏酒庄赵兰玉 女子静静看了我一眼 忽而吩咐婆子 多赏他五百两 他吩咐完 又淡扫我一眼 拂袖而去 菜府的丫鬟纷纷回头看我 他们嬉笑打闹着 满脸的轻面 就是个村妇吗 比不上小姐半根手指 嘻嘻 东家 他什么意思 柱子攥着拳头 后槽牙咬的咕咕响 得意什么 不就投他好些 我将打赏的五百两银票点好 带着大家出门 他投他好就是本事 我们不服气也得憋着 柱子气得抹眼泪 我却扑直笑了 笑他身高近八尺满身腱子肉的大男人 眼泪跟不要钱似的 出门后 我将五百两捐给了慈安堂 萧荣和蔡元娘的婚事很热闹 鞋架半副红装十里 我没去管理 阴正忙着新的酒庄修装事宜 店面扩大了两倍 事情也更多了 清娟怕我想不开 一整日都跟着我 我真没事 你别处着 赶紧干活 她哭 萧荣太坏了 说变心就变心 她怎么不记得 以前你忍着动 将自己棉袄拆了给她做成后的 她怎么不记得 我捂住清娟的嘴 戳了戳她额头 一边让我忘记 一边又不停的提醒我 你到底想怎么样 清娟喃喃的说不出话来 忙了几日 我实在太累了 靠在家中的十六树下歇息 这棵树是萧荣无意间丢了棵子而发芽长成的 迄今已七年了 七年了 树依旧只开花 没结果 迷迷糊糊睡着 忽然又惊醒 我感觉刚才有人在身边 可醒后四处找 又什么都没有 奇怪 我走到门口 破旧的院门 正微微的摇晃着 东家 清娟高兴的跑来 告诉我 庆州有货商找我们定竹叶青 一千坛 您快去看看 一千坛 够我们忙半年了 于是这半年 我们四个人住去了酒庄 心无旁骛的干着活 期间我又制成了老白肝 啊 柱子吸啄气 这酒真痛快 第二年春天 我们将酒送去庆州时 又在北面推广赵氏老白肝 到年终时 赵氏酒庄的名头 已经彻底打响了 人人见到我 都笑着喊我赵东家 闹着与我讨酒喝 再没有人提及我去年的那些蠢事 而且 我已经很久没有想起萧蓉了 他都不用外放历练 直接做了金官 如今已是四品大员了 柱子酸溜溜的 难怪他要攀高枝 因为比别的官少奋斗三十年呢 这一日我去给驸马府送酒 正巧看到华阳公主的孙子 从屋顶摔下来 我徒手接住了那孩子 华阳公主留我在府中用膳 笑着问我可婚配了 没有 如今只想将酒庄的生意打理好 别的没什么想法 华阳公主却性质很高 说要给我寻一个夫君 我婉拒几次不成 也不敢多言 怕她觉得我不是台具 明日正午你来 介绍个人给你认识 前一世 因为关注笑容 所以我经常使钱 让照顾我的婆子 出去买官家底报 那七年 每一份底报 我都看过无数遍 每一个街头巷尾的传闻谣言 我都听过 所以 华阳公主的脾气 我是知道一些的 她不是热心的人 相反 她在后面七年的三位皇子夺嫡中 表现的异常很辣 这样的华阳公主 因为我救了她的孙子 就热情的给我介绍夫君 我不相信 判断可能有些武断 但我不能冒险 第二日 我搬酒坛时手滑 盘子砸在了我的脚背上 左脚鼓裂了 她怎么说 我问去驸马府帮我回室的清娟 清娟低声道 很不高兴 那茶钟放在桌子上 咯噔一声 吓了我一跳 华阳公主这样的态度 让我更相信了自己的判断 而且 我出来的时候 看见了郑永义 公主不会给你介绍的是这个人吧 我皱眉 觉得清娟的话 十分有可能 郑永义虽是伯府三爷 但却是有名的顽固高粱 她前后死了两任妻子 长子都比我大一岁 这种人绝不是良配 又过了几日 我听到郑永义成亲的消息 娶的是华阳公主贴身的婢女 我常常松了口气 我不再出去送酒 而是专心打理铺子 八月的时候 隔壁饭馆的冬价身体不好 想将铺子卖了回老家 我将她的铺子买了下来 在开业那天 我们六个人都激动的哭了 前一世我贪了后 他们五个人苦撑了两年 最后不得不散了 离开那天 他们五个人在我床前哭 我那时候也是悔不当初 为什么脑子一热 会做出寻死的事 简直是害人害己 这一世不一样了 我们有了属于自己的店铺 又大又宽敞的店铺 卖酒吗 忽然 门外来了一位穿着青鸟服的年轻男子 青鸟服 是圣上精卫与灵卫的官服 柱子迎过去 官爷要什么酒 要多少 男子订了三十坛老白肝 让我们送去西院 柱子带着迎桥去送酒 我心神不安的站在门口等着 只过了两个时辰了 他们也没有回来 我主着拐 和青鸟去了西院 站在门口 青鸟腿肚子发抖 他们只是凶 应该不会滥杀无辜 更何况 我们普通百姓 他们没必要刁难 羽灵卫是圣上的亲卫 只受他一人调度 而当今圣上心思多疑脾气暴力 所以 作为他刽子手的羽灵卫 成了人人惧怕的存在 上午来送酒的 守门的侍卫顿时沉了脸 等着 又等了一刻钟 我们被带了进去 就看到柱子和银桥被打的遍体鳞伤 奄奄一息的被吊在了龙门架上 我脑中嗡的一声响 口道 这是怎么回事 你们为什么要打他们 酒里有毒 上午定酒的男人副手站在我面前 你是冬架 来得正好 谁指使你们在酒里下毒的 我摇着头 便是我受人指使 也不知道你们今天会来买酒 而且 搬酒的时候 你全程都在 男人将刀架在我脖子上 表情很利 你是说我冤枉了你 是 我抬着脖子 又或者是你们内部的人下的毒 总之 我们不会砸自己买卖 在自家酒里下毒 嘴硬 男子夺了两步 忽然抬剑直刺我腹部 我大声喊道 我来查 好不容易重活一世 我不想死 我要努力活着 我来查 我认真的看着他 给你们交代 也自证清白 男子不屑的轻吃一声 你查 你算老几啊 就在这时 我看到有位穿着飞色官袍的男子 从远处的辅廊走过 他穿的是飞色官袍 胸前的补子是青鹤 西月能穿飞色官袍的 那就只有雨林卫统领宋百川了 宋大人 我心一横 冲着宋百川喊道 求宋大人主持公道 宋百川在京中人人皆知 传闻他是冷面阎王 杀人不眨眼 喊他主持公道风险更大 但我没有别的选择 我要自证清白 我要带柱子和银桥离开 宋百川顿足朝我这边看过来 喊什么 拿着剑的男子吼了一声 又转过去 和宋百川解释 大人 他们送来的酒里有毒 不是 我豁出去了 大声道 我们平头百姓 做买卖就是为了虎口 就是给我们一百条命 也不敢在你们的酒里下毒 这里面一定有误会 请大人明察 宋百川阔不走来 带走进了我看清了他的容貌 不禁暗暗惊叹 世上有这样五官精致的男子 萧荣已生得极好 但宋百川的容貌 却远在消融之上 心思微微一晃 我收了心神 等他说话 心却因害怕而砰砰跳着 豆英 你干的 宋百川用下河点了点龙门架方向 豆英英事 宋百川没再问 他说话时声音很沉 语调不高不低 有一种不怒而微的压迫感 你打算怎么自证 他忽然问我 我松了口气 明白他这是愿意帮了 我抬头看向豆英 问他 吓得什么毒 可曾毒死了人 他一直说毒 却从头到尾都没有解释 到底是什么毒 泄药 豆英和宋百川解释 下午七个兄弟喝了 全部上吐下泄 我接着说 既是喝酒 就该吃菜 大人为何肯定是我们酒有问题 豆英武断的说 菜没有问题 最后宋百川做主 查了七个菜 菜也没有问题 最后验出是茶壶里有泄药 不是就不是 赶紧滚 豆英年我们走 我站在门口 盯着宋百川 早听闻西苑秉公办事从不滥杀无辜 所以 请大人还我两个伙计公道 宋百川望着我 挑了挑眉 就在我做好他让我滚的准备时 他却吩咐豆英 打人的去领三十停账 宋百川面无表情地 送人去医馆 后续医药费用 寄我们账上 话落 宋百川忽然问我 可满意 我点了头 满意 他能这样处置已是公正 我不敢也不能再多要求 行 宋百川遇走 又忽然停下来盯着豆英 你也去领罚 双倍 话落他便走了 我站在庭院中 深秋的风卷来 我忍不住哆嗦 豆英让人将柱子和银桥送去医馆 留了二百两医药费便走了 吓死我了 青涓嚎啕大哭 西院好可怕 我瘫坐在椅子上 脚疼得我站不稳 但比起刚才的惊怕 实在是不值一提 柱子和银桥养伤 我只能出去送酒 常走动 听到了不少消息 郑永逸的新婚妻子 被折磨得奄奄一息 吊着一口气上吊了 萧如又升官了 蔡元娘怀了身孕 青涓心有余悸 说幸好那天我砸断了自己的脚 避开了郑永逸 要真顺从了华阳公主 那入火坑的就是我了 这天 我正在搬酒上车 有辆马车路过我门前 车帘被风卷开 我正抬眼恰好和车内人的目光碰上 我迅速垂下眉眼 马车却在不远处停下来 不错 蔡元娘和萧荣并肩而立 十分登对 但萧荣受了不少 人也不如以前朝气蓬勃 萧荣没说话 蔡元娘又笑着和她道 这下你可以放心了 她过得很好 萧荣只看了我一眼 说外面冷 让蔡元娘回车里 好 蔡元娘让婆子给我五百两银票 姐姐收着 往后有难处就来找我们 婆子的银票塞过来时没抓稳 掉在了地上 有心了 我将银票捡起来 不过 我们目前尚能虎口 就不劳二位费心了 蔡元娘似乎很满意 笑得端庄得体 昂首挺凶的走了 带人走远 轻捐破口大骂 将钱捐去慈安堂吧 我道 在遇到萧荣夫妻的第二天 铺子里来了一位意想不到的客人 郑永义坐在柜台前 嬉皮笑远的让我给他倒酒 那天你要不是脚受伤 咱们就成夫妻了 我对他十分厌恶 但又不得不忍着 毕竟开门做生意 他们这样有权有势的人 随意用点手段就能刁难我 在京城 没有靠山举步维艰 名女无貌无财 高攀不起 郑永义却从这天开始 每日来酒庄纠缠 行为也急梦浪轻浮 一定是蔡元娘做的 她知道先前华阳公主要给你介绍郑永义的事 现在故意让她来纠缠你 昨天我还看到她家婆子在对面看热闹 郑永义再来 我正在合照 她忽然抓住我的手 扯过去亲了一下 你就嫁给我吧 我一定比萧大人待你好 我忍得很辛苦 才没有将蒜盘砸她脸上 而是笑着给她倒酒 不经意的问她 三爷 童能做什么 她本来嬉皮笑脸 但听我这样问 顿时收敛了笑容 什么童 你在哪里看到的 那日我送酒 在成瘾湖看到有艘船上好多童 我擦着桌子嘀咕着 船都要压沉了 郑永义眼睛咕噜噜一转 今天只逗留了一刻钟就急匆匆走了 两日后 郑永义被雨林卫抓了 我不清楚她被抓 是不是和那传统有关 但我知道 那传统和笑容有关 和笑容有关 便和蔡首府有关 和蔡首府有关 那便是二皇子的东西了 就是不知道 雨林卫为什么会插手 难道二皇子在私下制钱币 但他要这么多钱做什么 养兵吗 我心里竟盈盈有些不安 两日后 我正在后院是新酒 一行人大踏步进来 我担心几日的事 还是来了 赵冬驾 宋百川信不进门 停在酒缸前 他一面打量着酒 一面问我 是你告诉郑永义 成瘾湖上有传统的 要说吗 可我不知道 那传统的罪名到底有多大 我会不会被连罪 但只停顿了一刻 我低声道 回大人的话 是我告诉他的 他是与林卫同领 什么事都瞒不过他的眼睛 我与其撒谎被他戳破 不如直接认了 或许还能留个时辰的好印象 宋百川原本正漫不经心的闻着酒 此刻停下来看着我 凤眸透了丝惊讶 大概是没有想到 我承认的这么爽快 大人可曾听说过 我纠缠萧大人 堵截他三个月的事 宋百川没接话 应该是听说过 几日前我遇到萧大人夫妻 第二天郑永义就突然来纠缠我 我将事情从华阳公主开始 都告诉了他 我虽是生斗小明 可也想努力活着 保全自己 告诉他那传统 其实是想让他有事可做 不要来缠着我 我不敢说 我希望郑永义被二皇子打压 让他无暇出来害人 又或者 我还希望萧容夫妻能从中也得到些教训 至于其他的 我什么都不知道 宋百川不知在想什么 一直没有开口 我也不敢看他 始终老是本分的垂着头 等他给我一个评断 宋百川信了我的话 让我跟着他来到西院 为我自己的证词签字画压 没事了 回去吧 他头也不抬地道 那个 宋大人 我小心翼翼问他 郑永义什么时候放出来 宋百川微有惊讶地看着我 你挂念他 我摆着手 是怕他打击报复 我好提前做防备 宋百川竞勾了勾纯 漫不经心道 你既怕他打击报复 又怎么敢给他下套 我嘀咕了一句 他没听清 命令我再说一遍 其实 我是没有想到西院会插手 如果早知道 我肯定不会这么做 我有些汗言 还是我见识浅薄形势如莽了 他靠在椅背上 修长的手指微微取着 轻轻扣了两下桌面 我的心也跟着跳了两下 敢借刀杀人 一箭双雕的人 我可没看出来 哪里浅薄 他的语气 透着几分细血 我头皮发麻 盲岔开了话题 大人喜欢喝酒吗 老白肝还是竹叶青 如果都不喜欢 我们还有别的 我看不到自己脸上的表情 但我觉得 此刻的我一定是谄媚的 就在刚才 我忽然想到 如果我能巴结到宋百川 那以后就算郑永义出狱 我也不用怕了 毕竟 他不但统领西院 是圣上的心腹 他还是魏国公府的公子 魏国公府在大洲过去的136年里 出了三位名将 地位和实力 不是一般功勋世家可以作比的 大概是我的意图太明显了 宋百川的表情冷俊起来 也不说话 盯得我浑身发毛 很怕我 他问我 大人圣明在外 总归是有一些的 圣在老师 他笑了 笑容尽十分好看 我一时晃了眼 愣正了一下 等我回神 他又恢复成面 无表情巨人千里的样子 我平常不喝酒 但若有好的佐酒小菜 也是可以喝几杯的 宋百川回道 这是愿意给我八戒 我做菜很好吃 那 那今晚给大人送来 我喜不自禁 也没有掩饰自己的高兴 真急 宋百川忽然起身往外走 今晚有事 明晚吧 他走了七八步 又提醒我 我不忌口 喜辣 试试试 我跟着他阴着 宋百川副手走在前面 不知为何 我感觉他此刻的心情应该很不错 第二天早上 我就开始准备佐酒菜 说是小菜 但其实很讲究 尤其他这种世家公子 从小锦衣玉时养大的 东西好不好 尝一口就知道了 所以 小菜不能太昏 不能太素 也不要太过隆重 得表面上看着简单 但实际过程却很费是费料 低调华丽 这样才能显出我的诚意 于是我做了用十六种食材争执后做的云莺面 用几种肉合作的肉酥 五道菜 耗费整整一天的时间 摆上桌后 宋百川很惊讶 指了指面条 云莺面 我点头 有心了 他慢调丝里的吃着 我端着酒壶站在他边上 等着给他酗酒 可他将所有菜都吃完了 也没有碰一口酒 他放了筷子 视线落在我的酒上 多谢赵东家了 不过宋某今日还有差事 不宜饮酒 我当然说没关系 不过 他看着一桌子的菜 既是小菜 就随便些 不必如此繁琐 我继续笑得谄媚 怕大任吃不习惯 所以用了些功夫 不麻烦的 他靠在椅子上 好整以侠的看着我 若天天给我送菜 你都打算从早到晚就待在厨房里 我被掖住 因为这肯定是不可能的 他被我的表情逗乐 扯了扯嘴角 起身道 我正要出去 顺道送你 我赶紧收拾碗筷 跟在他后面 他走得不快 我在他后面 其他西院的雨林卫 则不远不近的随着 这一行 十分打眼 几乎惹得街上人人侧目看我 我忽然明白 宋百川是故意送我回来的 这一路走完 大概所有人都知道 我和宋百川的关系不错 那往后谁还敢欺负我 这样想着 我的脚步也雀跃起来 宋百川不知为何 突然回头看我一眼 我一正 赶忙收敛了情绪 乖顺的跟着他 第二日我在给他送菜 便做了几样 我真的拿手的小菜 他说他喜欢吃辣 我便放了些辣椒 他好像很喜欢 不但将四个小菜吃完了 连米饭也一扫而空 但可惜 他依旧没有喝酒 大任 有侍卫冲进来 看见我 剩下的话收住了 宋百川抓起佩刀 就往外走 到门口后叮嘱我 等我两刻钟 我忙英试 他走了 我将桌子收拾了 坐在桌边等他 开始打亮他的房间 他的房间很大 但却空荡荡的 前面做书房和办公用 后面立了巴扇的屏风 看样子应该是放了床 他睡在这里吗 为国公府那么近 他不回家睡觉吗 目光扫过 忽然看到书架底下 有个针线篓子 里面放着一件长衫 我将衣服拎起来 才看到衣袖被撕开了 针穿着线扎在衣服上 但针脚很笨拙 我又将衣服放回去 恰巧他回来了 随着他进门 也卷一股浓重的血气 而且他衣服的前经和衣摆上 都是剑洒的血点子 他看我一眼 又顺着我的视线 看了自己的衣服 眉头变醋了醋 一声不吭的又出去了 过了一刻他回来 以沐浴更衣过 我松了口气 我让人送你回去 他说完 顿了顿 往后不用送菜来了 我想问为什么 可他面色太冷俊了 我不得不忍住 那个 大人 我指了指他的针线篓子 需要我给您缝吗 他扬眉道 不怕了 不怕 就是歇血而已 我斗胆道 大人弄脏的衣服 也可以让我洗 他表情有些不自然 我反省刚才是不是唐突了 正要解释 他忽然将针线篓子给我 劳驾你了 没关系没关系 能给大人效劳 是我的荣幸 我坐在他对面 专心给他缝衣服 我没别的本事 所以很珍惜他吩咐我的每件事 只要我有用 他就会高看我一眼 如此 我的靠山就更稳了 房间了很安静 外面却喧闹起来 他的属下时不时有人过来瞄一眼 又推推嗓嗓嬉笑着跑走了 还听到两个人蹲在窗跟下说悄悄话 大人是不是喜欢赵东家 应该不会吧 大人绝情绝爱的 他能喜欢别人 那可不一定 没听说过一物降一物 两人嘀嘀咕咕 我想假装没听到 但实在是四周太安静了 我听得一清二楚 但宋百川没什么反应 我也不多事了 我不在乎别人议论什么 毕竟作为未婚女子 天天来巴戒宋百川 他们会多想实在太正常了 但这些不重要 人活着 要求不能太多 自己所求得到了救行 至于因此而失去的 就不必太苛求了 我还是给宋百川送晚饭 但连这几日他都不在 问了人都说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何时回来 又过了两日 云金迎来了今年的第一场雪 我们五个人围着炉子烘火 柱子送完货回来 他蹲在炉子边 兴奋地道 东家 宋大人好惨啊 怎么说 难道受伤了 刚才去陆安侯府送酒 听到他家两个婆子 在议论魏国公府 魏国公府虽是中民鼎时之家 但府内却很乱 老国公先后娶了三任夫人 宋百川是嫡长子 但他的母亲在生下他后便去世了 老国公给嫡妻守了27天 变姓娶了夫人 夫人又生了两个儿子 五年后也去世了 过了半年 老国公又续嫌了第三位夫人 那老国公一共有几个孩子 清娟问道 六个儿子 七个女儿 柱子咋舌 家里还有好几房窃室 听着柱子说魏国公府的事 我忽然明白 宋百川为什么住在西院不回家 为什么他的衣服坏了却要自己缝补 为什么他明明是嫡长子 但却不是世子 为了让他当不了世子 国公夫人手段龌龊得很 十一二岁的时候 就往他房里赛丫鬟 后又对外散播谣言 说他年纪小却不学好 德行有亏 宋百川能有今日 全靠他自己的努力 哎 我包着栗子 低声道 各有各的难处 一直到年底 我都没有见到宋百川 但也没有见过郑永毅 听说他还在西院关着 他家里人怎么运作都不行 我隐隐有种感觉 宋百川不想放他出来 毕竟郑永毅报复我的可能性很大 不过 又或许是我想多了 我和他的交情 也没到这个份上 年底 我在宝定 登州以及开封客开了酒庄 赵氏酒谱上的17种酒 我已经汇了13种 曾经享誉盛名的赵氏酒 再一次回到酒客的餐桌 我明天去登州 我和大家打了招呼 第二天就坐车去了登州 路上车夫告诉我 最近朝中几位皇子斗得很凶 听说二皇子还被刺杀了 我惊了一下 前一世这个阶段 形势应该还没有这么白热化吧 直到最后二皇子胜出 我感觉也没到血雨腥风的地步 又或许是我置身事外 知道的太少 登州的铺子不大 但生意却很好 我带来的两车酒 刚到就填补了欠下的订单 晚上在铺子里 我和掌柜以及伙计讨论接下来的计划 忽然听到彭的一声响 我们惊了一跳 跑去院子里 竟然看到有人往院子里丢砖块和火把 砖头砸破了酒坛子 火一落下就起了半人高的火焰 谁 我抄起门口的铁叉就冲了出去 巷子里几个人正提着火把鬼鬼祟祟 见我一个女子 也不害怕 嬉皮笑脸的贴上来 我们六对三 将这三个人打了一顿 但也损失了十几坛酒 这之后 每天都有人骚扰酒庄 就是徐氏酒庄的人干的 他觉得我们抢了他们的生意 掌柜道 东家 地头蛇不好惹 忍一忍吧 忍什么 我不忍 大不了就撤走 他能用阴的手段 我也能 晚上我也往他家酒庄丢石头丢火把 第二日 徐家的人就找上门来 质问我 是不是我丢的火把 有证据就去告我 没有证据就受着 我站在门口 冷声道 要想闹下去抱着一起死 那谁都别 我将手里的铁叉插在门口 谁来我都不怕 徐氏的人主动提出和我坐下来聊 你们卖的酒的类型和价格 我都知道 我将两家酒做了对比 你们主要是价格便宜 但酒都是略性酒 我道 这样 我将我家的老白杆和烧刀子撤了 专卖一些口感绵软的 如何 徐氏的人同意了 一场闹剧平息下来 大家都觉说我厉害 年纪轻轻便有这样的魄力 我哭笑不得 怎么会不怕 只是没地方躲而已 当你没有避风港时 就只能自己往前冲 无论前面是刀山还是火海 都不能停下来 其实那天我放火时 想到了萧蓉 还记得有次也是别人欺我们铺子 萧蓉半夜淋了一身鸡血 提着刀站在那家人家的门口 吓得他们一家人夺门而出 自那以后 那家人再不敢上门捣乱 我还记得萧蓉和我说的话 别怕 以后这种事都交给我 现在没了他 我发现我自己也可以做得很好 夜里我们聚餐 大家都喝了些 送走掌柜和火机 我正要关铺子的门 忽然有人抵住了我的门 我一愣 待看清对方的脸 顿时愣住 宋大人 宋百川受伤了 而且伤得很重 腹部一刀 后背还有剑伤 他不让我喊大夫 我教你怎么取剑 你莫怕 好 我问他 要不要喝完酒 不会那么疼 不用 你动手吧 我听着他的指挥 为他取剑 他全程没有吭声 我却吓得一身冷汗 取完剑 宋百川道了一句 我歇会儿 天亮喊我 便昏睡过去 他后半夜开始发烧 我用烧酒给他擦身子 守了他一夜 大人醒了 喝点粥吧 宋百川喝了一碗粥 精神好了很多 我想问他为什么受伤 但一想 又觉得不必问 他办的事应该都不是我该知道的 大人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我拧了石帕子给他擦脸 昨日听说有个酒庄的女东架和人打架 宋百川语气轻描淡写 但眼睛里却含着笑 我一想 如此泼烂的女东架 应该是你了 我哭笑不得 倒得了个让人怕的名声了 挺好 他倾笑道 宋百川请我帮他买来干净的衣服 一身酒气 你 他出门来 神色不大自在 你后半发烧 我用烧酒给你擦身子了 我怕他觉得我冒犯 盲解释道 我 我没细看 说完 又懊悔自己嘴快 解释了反而更尴尬 果然 宋百川震了一下 又笑着摇了摇头 赵东架飞寻常女子 是宋某多虑了 他很快走了 我等了两天见他不回来 就收拾好东西回京 没想到半道上 竟遇到了他 他骑着马 身姿鼻挺神色自若 任谁都看不出 他身负重伤未遇 大人好巧 我很高兴遇到他 嗯 很巧 他微微汗手 大人可要进车里来歇惠儿 我掀了车帘 马给我骑 我会骑 宋百川的兄弟们听着 各个面露笑意 你来我往地飞着眉毛互打眼色 我只当看不见 滚 宋百川回头呵斥了一声 那些兄弟喊着 大人刚才走得太慢了 急死我们了 我们现在可就真的赶路了 我有些意外 宋百川进车里来 我忙问他伤势如何 他递给我伤药 脸上这才露出疲惫之色 劳驾帮我换个药 车内狭小 我跪坐在他身后 带揭开纱布 不由倒吸了口冷气 虽受伤已经几天 但他的伤口非但没有愈合 反而更严重了 大人也太拼了 我叹了口气 人活仪式短短数实在 不管多大的抱负 也得有身体才行 宋百川没说话 不管做什么 都应该先爱自己 只有爱自己 才能爱别人吗 这些道理 我也是经历过七年的生不如死 才悟出的 他依旧没说话 我以为他生气了 喊了一声 大人 便撑着地探过头从前面看他 却不料碰上他的目光 我们皆是一愣 我的脸迅速热了起来 刚还得意自己活了两世 行事稳重不少 现在又犯了老毛病 做事莽撞不过脑子 他看着我却笑了 赵东家 我听到了你的教诲 我尴尬不已 艰难的扯了扯嘴角 必去他身后接着上药 晚上宋百川 没和他的兄弟们会合 而是和我一起入住了客栈 伙计笑着道 公子和夫人来得正巧了 还剩一间天字号房 这就给您二位开门去 不是 开两间 我忙解释 天字号房给公子住 我虽没看宋百川 却觉得他在笑 而且他也不解释 只闲闲靠着柜台 不知在想什么 我挟了他一眼 他却正好看过来 竟笑出了声 不许笑 我瞪他一眼 他忍着笑 背过身去 火急眼睛咕噜噜一转 笑着道 没事没事 还有两间天字号房 这就给您二位开门 二位是外乡来的 这会儿时间还早 可以进城去看灯会 咱们这元宵灯会 要过了正月才撤 不用了 我们 我没说完 宋百川却道 多谢 我们吃过饭就去 我错愕的看着他 他扬着眉梢 这里的灯会很有名 而且还有不少当地的酒可以品鉴 我顿时来了兴致 但去了灯会后 才发现根本没有酒台 宋百川轻描淡写的解释 哦 大约是撤走了 我无言以对 想放核灯吗 宋百川问我 我摇头 算了 随便逛逛就好 但最后还是和他一起去放灯了 我不知他在核灯上齐悦了什么 我倒随便写了一句 祈愿送大人平安健康 所想所愿皆成真 八戒人要做到滴水不漏吗 写了什么 他问我 我迅速抄着水 推着灯走 他轻笑 说了一句什么话我没听清 第二日我早早起来 借了厨房给他做了药膳粥 倒不是我真的这么贤惠体贴 主要还是难得和他一道走 我需要的抓紧时间多八戒他 大人 起床了吗 他应了一声 我推门而入 将粥放在桌上 视线一转看到一盏盒灯 我一泪一声 不等我问 他已将盒灯放到行李去了 那个灯 我问他 他面无表情的坐下来 冷声道 今日你要自己走了 我得赶路回京 我不敢再问 哦 那您注意身体 只是那个灯 好眼熟 回京后 天气渐暖 过了些日子 蔡元娘生了 孩子满月那天 萧府摆了宴席 蔡元娘给我送来请柬 我只当没看见 才不送上门自讨没去 听说萧府宾客迎门 门庭如闹事 我不禁想起 父母刚去世后的半年 家里和酒庄到处乱糟糟的 我们两个没钱 也没有人接济我们 常吃饱了上顿没下顿 于是经常去蹲墓地 偷别人的贡品 我们也经常被人追 还被人打过 萧蓉将我护在身下 任由那些人的脚落在他的身上 萧蓉 你一定得偿所愿 很幸福了吧 说什么 宋百川不知何时出现在柜台前 我一正随即笑道 大任今日有空 吃过晚饭了吗 他摇头 那在这里吃 我问他 好 他找了椅子坐下来 看着我 你做饭 我抓了荷包 拆了围裙 我做 这就去买菜 您做惠儿等等我 他说好 我走了十几步 又跑回来 大任 今晚吃顿牛肉可好 他定定地看着我 看得很认真 一时镜没有回答我 大任 我在他眼前挥了挥手 他回神 汗手道 我都行 清娟给我打下手 晚上我做了八个菜一个汤 宋百川坐下来 大家却不敢 围着站着看着他吃 若你们都站着 那我便走了 他道 我们都坐了下来 一开始还都拘谨 宋百川就要了一杯酒 所有人两杯酒下肚 就飘了 我们六个人叽叽喳喳说着话 都是些没用的家常里短 买肉要买留审的 他的猪肉嫩 清娟道 猪肉也有区别 宋百川戳着酒 含笑问道 清娟点头 还不忘和宋百川碰杯 大任像天上的仙子 不懂这些 这肉啊 区别可大了 我见宋百川愿意听 便没有阻拦他们 织着面颊也乐呵呵的听着 我们六个人都醉了 宋百川走的时候 我们东倒西歪的送他到门口 我不记得自己说过什么话 但有个画面却很清晰 那就是我抓着宋百川的手不松 似乎是说到动情处 我还哭了 因为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们六个人的眼睛都肿了 昨晚我说了什么 我用冷水敷着眼睛 脑中一片空白 我知道 柱子咽了茶 东家 你说宋大人太苦了 没有母亲就等于没有家 您还叮嘱他以后想吃什么都告诉您 来这里吃 啊 我想起来了 清娟也道 你还说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 不要分彼此 迎乔冲着我竖起个大拇指 东家 您八戒人的功夫 越来越炉火纯青了 我倒在椅子上 尴尬得生无可恋 宋百川怎么会可怜 可怜的分明是我 估计前功尽弃了 我叹了口气 咱们的靠山肯定生气了 接下来半个月 果然验证了我的感觉 宋百川没来铺子里 我去西院也没找到他 他好像在避着我 我也不能一直去找他 只好祈愿他那天也醉了 什么都不记得 或者 不要和我这没脑子的傻子计较 白活了两辈子 我叹气 转眼入下 那天出了大事 宫中燕炎 圣上吃了点西瓜 呼地吐了 人直挺挺的栽倒了 后面就听说圣上似是不行了 是不是要变天了 我心头却是一跳 前一世 三位皇子整整斗了七年 直到我去世 二皇子才被立位储君 这一世提前了吗 我想不起来 哪里有什么不同 我虽重生 可我的存在 对大局根本没有影响 那为什么不一样了 不管我怎么猜测 都没有人告诉我答案 我也打听不到 西院好像更忙了 经常能看到穿着轻鸟服的人 急匆匆出城 有时半夜也能听到急促的马蹄声 但我一次都没有见到宋百川 以前 每隔几日都会来订酒的薰桂世家 这个月全都没了动静 似乎一切都静止了 像雪崩前的叙事待发 我让大家都出了京城 各找地方避难去 我一个人买足了米面 守着酒庄 这夜我热得睡不着 在院中纳凉 忽然听到远处传来刀剑交割的声音 我猛的站起来 翻上围墙看向北面 北面隐隐起了火光 眼见着光越来越亮 浓烟翻滚直上云霄 雪崩来了 由于和前世不同 我并不知道 会是哪位皇子赢 不知道宋百川没了圣上后 他会选择追随哪位皇子 又能不能稳住全世 我心中焦虑 来回在院中走动 第二天我没敢开门 隔着门厅街上的打斗声 黑夜漫长 白天难熬 有无光亮对我来说都没有区别 因为我依旧什么都看不到 这样过了两天 这天夜里格外的闷热 临近虚实 一阵轰隆隆错乱的脚步声 从我门前的街上走过 我贴着门 听到有人在说话 雨林卫所有兵力都在西门 东门那边只有宋百川鼎用 殿下说丑时全力攻东门 你说三皇子真的死了吗 应该死了吧 那人说着顿了顿 二殿下登基后 咱们去喝酒吃肉 萧大人不是说了 美人赏银百两 我郑住 这是三位皇子混战结束 现在圣者开始攻打皇宫了 不过 宋百川一个人守东门吗 他守不住的 我得做点什么 我回头看着那些 马在库房的烧刀子 烧刀子性烈 御火则燃 我取来五百个小坛 分装烧刀子 又将每两个坛子 用结实的麻绳捆扎在一起 将这些酒装好 在板车上封好 我便贴着墙 听外面的动静 不知过了多久 忽然外面又开始兵荒马乱 紧接着有人开始喊话 所有人听着 三皇子殿下征用你们 献你们一刻钟内 全部到街上来 若有违抗者 杀无射 三皇子 所以他没有死 但手里可用的人却没有了 只能开始征用百姓做盾牌 帮他抵抗二皇子了 不能出去 一旦上了街 就会成为马前卒 挡箭牌 所有人都活不成 他们这帮人是残兵 没剩几个人 也占领不了多大的地方 应该就是这一片区域而已 我打开了门 往街上看了一眼 正与街对面的街坊碰上 我去了对面 和他们全家道 不能上街 一旦打起来 我们全部都是挡箭牌 将我铺子里的酒拿出来 备好火折子提在手中 我们从小巷迅速通知了所有能通知的人 大家取了酒提在手里 站在自家的门口 他们人很少 二皇子的人很可能发现他们 所以 我们只要拖延住时间 等杀他们的人来就行了 我不在乎谁赢 我只关心自己能不能活 我要活着 喊话的人将半条街喊完一遍 果然又回来了 现在能清楚的看到 他们一队人从头到尾只有十四个 但都拿着刀 身上的衣服都破破烂烂染着血 这就是一群穷途末路 打算最后一搏的疯子 我攥紧了手里提着的两坛酒 给身边的人打眼色 给对面的打手势 几乎同时 我们站在家门口的所有人 将手里的提着的酒 冲着那群人丢了出去 对于那群人来说 这是意料之外 他们都愣了一下 就这一下 另有人从家里拿着准备好的火把 冲出来 丢在酒上 火腾一下烧起来 砸 我喊完 大家将所有酒丢过去 有的砸到了人 有的砸在马上 有的则是落在地面 火蛇瞬间将他们吞了进去 马四人吼 场面失控 我们吓得躲回家里 关上门 过了一刻 外面传来更多的脚步声 我这二皇子的人赶到了 我常常松了口气 摊坐在地上 街坊们也一起抹着眼泪 得亏赵东架想了这个办法 若不然 我们现在肯定成了盾靶子了 一位大神哭着道 两兵对峙 他们只顾输赢 才不会管中间百姓的死活 外面平息了 我急着回铺子 家中还有酒 我得继续分装以备不时之需 刚推开门 竟看到院中有个黑影 我愣住 喊道 大任 赵兰玉 宋百川急不过来 上下打量我 而后淡淡地道 没事就好 我却很着急 外面那么乱 你怎么从宫中出来了 到处是二皇子的人 宋百川这一路过来 肯定危险重重 没事 我从小路走的 他轻描淡写 你刚才做得不错 不愧是赵东架 我哭笑不得 又想起来 刚才隔着门听到的话 我听说二皇子丑时 开始攻打东门 嗯 知道了 我这就回去 我本来很慌张害怕 可看着他 听到他说话 我也跟着平静下来 将门关好 不要出去 明天就没事了 他站在我面前 静静地看着我 清亮的月色 将他疲惫的面容 清晰地刻印在我眼中 我不由自主地 观顺地因他 好 我知道了 他推门离开 我俯着心口 坐在院中 脑子像被面团糊住了 乱糟糟的 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在想什么 躲在空了的库房里 我不知自己 何时睡着的 再醒来 外面天高云淡 一切都平静了 如果不是被刻意 冲刷过湿漉漉的街道 以及门头上 溅洒的血迹 我都要以为 之前的一切 只是我的幻想 几日后 圣上下了圣旨 立五皇子为储君 我很意外又不意外 玉棒相争渔翁得利 五皇子成了最后的赢家 最厉害的是圣上 假装生病 就是出了三个儿子 和一群乱党的忠心 说书的汪先生道 玉棒相争渔翁得利 柱子刚学会的词 在这里算是用上了 我瞪他一眼 柱子善善然闭嘴 没事 自己人讨论 不会传出去 汪先生道 二皇子也死了 蔡首府等一干人等 都被关去都查怨了 汪先生说着 扫了我一眼 赵东架是不是想问萧大人 他意味深长的问我 我点了点头 萧大人没有 不但没有 他还高升了 我不敢置信 如果是这样 那岂不是说萧荣 其实并不是二皇子的党羽 怎么会这样 他和他的岳父 不是一条战线吗 我彻底糊涂了 事情和潜意识 完全不一样 这天晚上我做了个梦 梦中我又回到了前世 瘫痪在床 房里总是我一个人 但却总能感觉到窗外有人 我问是谁在外面 可永远都没有人答复我 我从梦中惊醒 这次今夜看到窗外有个人影 谁 谁在外面 我问道 姐姐 是我 萧荣隔着窗户喊我 我推开窗户 惊讶的看着他 你怎么来了 有事 他瘦了很多 锦绣华丽的衣袍 显得过于肥大 并不合身 姐姐 他红着眼 声音哽咽 一如两年前他离开我时的模样 能不能让我进门 我有话想和你说 我给他泡了茶 他看着茶中 有些意外 姐姐 我想喝红茶 家里没有 我本就不洗红茶 你走后我再没买过 他从小就不洗绿茶 只喝红茶 若家里没有红茶 他便只喝白水 他的习惯我当然没忘记 只是没顺着他的心了而已 他看着我 有些欲言又止 又有些委屈 我只当没有看见 说吧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 他道 蔡德志和我父亲是同窗好友 那年他们的恩师手中 只有一个推荐春围的名额 蔡德志便杀了我父亲 拿了这个名额 他以为他做的神不知鬼不觉 可是我看到了 他说话时 手攥着茶中 隐隐在发抖 我来京城 就是为了找他报仇 他说完 看向我 姐姐 我没有不要你 也没有不想娶你 你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在乎的人 但报仇是我的执念 我必须让他死 且死在最信任的人手中 姐姐 我想搬回来 可以吗 他看着我 满面哀求 我心如刀绞 眼泪奔涌而出 我几乎想也没想就扇了他一耳光 他说他要成亲时 我都没想过打他 只想伤害自己 可现在 我想打他 往死里打 你可以告诉我 我哭着道 你是认为我会告密 还是认定我会拖累你 不是 我是不想拖累你 他跪在我面前 抓住我的手 我怕我不成事连累你 你若能消气 你便打我 狠狠的打 只求你能原谅我 姐姐 我的胸口 像是被人积了重拳 闷闷的 很痛 但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我指着门口 很久很久才说 滚 我原谅不了他 更原谅不了自己 前一世的我那么蠢 蠢透了 萧如没走 他在我门外跪着 我也难免 十年陪伴的点滴 绿绿在目 恍若昨天 但前世瘫痪后 每日的绝望和痛苦 也清晰的在我脑中 我病倒了 高烧不断 只知道床前有人给我喂水 有许多人在说话 我不停坐着梦 梦中是我脚崴了 萧容背着我走路的场景 是他教我读书的场景 是他从怀里 将滚烫的烧饼拿出来 献饱式的给我的场景 我从梦中惊醒 床边坐着的是萧容 他嘴唇干裂 双眸赤红 宛若行尸走若 姐姐 他声音嘶哑的喊了我一声 眼泪便落了下来 你 你不原谅我没关系 只要你平安活着就行 他跪在我床边握住我的手 我错了 如果重来一次 我一定把什么都告诉你 无论生死都和你一起面对 姐姐 你别死 求你了 我像小时候那样 摸了摸他的头 姐姐不死 也不恨你了 阿荣 放下过去好好生活吧 我又捏了捏他的脸 我们在各自的生活中 都好好的 他埋手在我掌心 哭得不能自已 好 他哽咽着道 我听姐姐的 我听你的 萧容离开了房间 房外有人 他和那人道 往后 姐姐就交给你了 请你照顾好他 那人没有说话 我望着门口 宋百川走了进来 手里端着碗 他走过来 雨掉依旧平和 要不要喝点水 要的 我抿了抿唇 这些事不该劳架你的 让青涓做就好了 他没说话 只扶我起来喝水 又在我背后塞了烤垫 不急不慢地吹着热粥 烫吗 他问我 我摇了摇头 那就多吃些 吃饱了才有力气 我乖巧地喝完了粥 他端着碗出去 过了一刻又端着脸盆进来 拧了热帕子给我擦脸擦手 而后将我放平 再睡惠儿 他问我 我说好 闭上眼睛 他却没走 静静坐在床边 我好奇他在干什么 又悄悄睁眼看他 竟发现他在看医书 大人要学医吗 我问他 大夫说你身体亏空 我便和他要了本关于要善的书 他随意翻着 又抬眼看我 不想睡 我心跳如骨毫无睡意 那我睡惠儿 大人随意 我会随意的 就像在自己家 他又翻了一页 户地问我 油盐都没了 你可有存货 我点了点头 在厨房的第四个柜子里 知道了 带我洗完衣服 便去找 大人 嗯 没什么 我睡了 宋百川放下书 忽然弯腰贴过来 眸光含笑地看着我 你家院子的十六结果子了 长势不错 我心砰砰跳着 他如此认真 却说了这样的话 我顿时失笑 又忍不住高兴起来 大人有口福了 我笑道 嗯 我一向运气不错 他忽然握住我的手 却不看我 单手捧着书看着 但看了很久 却一夜没有翻过 我没有母亲的记忆 从出生开始 便和如母住在后院的岛座里 岛座里住的都是下人 他们不敢违抗县夫人的意思 所以没有人敢和我来往 我并不在意 因为如母说 只要我有足够的本事 将看不起我的人踩在脚底就行了 如母还说 他们都是蝼蚁 谁也不值得我惧怕 我觉得很有道理 所以我更不在乎了 一切都会过去的 果然 一切都过去了 我成了与灵魏同领 即便声名狼藉 没能得封世子 那些人见到我 依旧不敢轻浮造次 我的生活很不平静 又很平静 杀人或者被杀 我早做好了准备 直到那天在西院听到一道清脆的声音喊我 倔强的近乎孤勇 那女子很有意思 脚已经肿得撑破了斜面 她却全程走得很稳 明明下个手指尖在发抖 但说话做事依旧维持着体面 这让我想起了我自己 七八岁的时候 我也是这样 父亲冤枉我 我跟了父亲三天 要他听我解释 父亲罚我也没用 后来觉得那时的自己很幼稚 觉得像头牛 但又让人怜惜 本以为不会再有交集 没想到他居然有胆子给郑勇艺下套 那传统是二皇子的东西 我早就知道了 正等着身亡 没想到抓到了郑勇艺 我去问他的时候 本以为他会不承认 但他很聪明 居然很痛快的婴了 还说了缘由 看在他诚实的份上 又不是大事 我就没有深究 没想到 他竟明目张胆的想要巴结我 问我可喜欢喝酒 他可以给我送饭 他真的鲁莽 我敢吃陌生人送来的饭菜 但他做饭很好吃 比乳娘的手艺好多了 如果不忙 到了晚上我便会等着他来 我吃饭他在边上等着 并不交谈 但气氛竟很不错 他还给我缝了衣裳 手艺也不错 我一直穿着 但可惜我很忙 忙到很久没想起他 直到那次办事 在灯州听到有位酒庄的女东架和人打架 我立刻就想到了他 于是受伤后 我去找了他 有他在 我莫名安心 稳稳的睡了一觉 早起后 他神色平静的告诉我 他给我用烧酒擦了身子 我有些羞涩 但他那么平静 倒显得我稚嫩了 像个矛头小子 回去的路上 我等了他一下 果然遇见了他 他邀请我共乘马车 我欣然同意了 坐车确实比骑马舒服 住客栈时 伙计说一间房时 他急切的解释 我觉得十分有趣 他还瞪了我 这女子 是一点不怕我了 晚上我们去放河灯 我问他祈愿了什么 他却心虚 迅速焯水 将河灯推远了 我实在好奇 让手下将灯截住 给我送来了 我看着灯上的十六个字 一夜没睡 不太懂这是什么情绪 但心里痒痒的 不可控 不可控的感觉 越来越明显 我还特意去找过他 他很高兴的留我吃饭 还问想不想吃红烧牛肉 他和他的伙计们 喝了点就很吵 叽叽喳喳说了一夜 不过很热闹 像家 我从小到大 这样热闹的场合 都没有我 原来人在其中 感觉是这样的 很温暖 我走时 赵兰玉竟然抓着我的手 说很心疼我 说我儿时过得那么辛苦 以后想吃什么好吃的 就告诉他 真想看看他酒醒后 知道他说了这番话的反应 一定很有趣 那夜三皇子的鱼挡出来闹事 我听说了位置 知道他的铺子在那里 酒庄是他的命 他一定会守着不走 吕智告诉我 我不能出宫 可我还是出了 见到他没事 我才彻底放心 不过他很勇敢 竟带着街坊杀了那些鱼挡自救了 我帮他从圣上那讨了赏 请圣上给他写了一块很大的牌匾 事成后我去找他 他不在酒庄 我便去了他家中 门开着 我犹豫片刻还是进去了 却听到他和萧荣的对话 他们的是我知道 十年相伴情深义重 但这和我无关 我喜欢他 他还不知道 我得告诉他 让他当着我的面做出选择 他选择了 在梦里一直喊我的名字 萧荣也听到了 那样子很可怜 不过不值得同情 他醒了 看着我是眼睛发亮 他也喜欢我 其实我早该知道 毕竟那盏和灯里 他就已经对我表达了心意 萧荣让我对他好 这时还用他提醒 就他的办事逻辑 没资格提醒我 我喜欢赵兰玉 认定了他 当然就会待他好 全心全意 一生一世